今天朋友们您好 欢迎再度收听今天不看书 首先为您邀请到周远欣 老师为他介绍 他最近出版的这本《余田太子》 这本小说题 谈到了中摇 我们过去所讲的新疆西域的 一些文化古国的兴衰史 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我再度邀请老师 为大家分享 老师最近由联合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这本《余田太子》 莫高窟密码及西域的前世今生 不过上回老师为了 谈到了这个《余田的历史》 还有整个西域 我们应该讲西域吧 他们整个的一个概况 包括地理 还有所谓的石窟 佛教的遗址 不过像西域这么多国 你看看36小国 为什么独独会对《余田国》 特别你看还有秋辞 还有楼兰 还有什么很多很多高昌古国 对不对 你看那西域记里面 还有高昌古国 是是是 是的 对 《余田》呢 他在历史上 其实是有非常悠久的记载 他事实上 他大概是在公元前 一百年就已经立国了 对 然后呢 他是一个佛教国家 他统治他们的这个皇室 是叫《玉池》 玉就是位 就是那个 唐朝那个门神 那个玉池 对对对 玉池宫 玉池晋德的那个玉池 就是那个 对 他们的家族 他们统治《余田》佛国 有一千年 这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这个皇室家族 那么久啊 对 世界上最老的 最长的是日本的皇室 一直延迟到今天 那再来就是这个 玉池皇室家族 就是《玉池》国王 他们有一千年 一直到公元一千零六年 结束 是整整一千年 同一个家族 是的 那它这个 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它在是西域四大佛国之一 所以它对捍卫的 这个佛法呢 佛教呢 有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难怪当年啊 这个西游记唐三藏 要往西域求法 原来如此啊 原来那个地方 几乎都是佛教的 这个国家了嘛 对 它必须 因为当时呢 其实我去这个新疆 去研考啊 去研游的时候 其实就是顺着 就是追踪玄藏的这个路 追踪他的这个去 去汉回 他走的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追踪这个玄藏 也是感慨很多 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 他在渡过沙漠 然后 当年交通那么不便 物资那么缺乏 是的 是的 他在回来的时候 也有经过渝田 他也是在那边 在西 大唐西域记里面 也有记载 当时的渝田呢 是有那佛寺 三四百所 哇 那个 他的总共不到十万人 那僧人就有一两万 哎呦 是的 所以他 他就是一个 他的国王 就是 他其实他有那种 半神 半人神格 他认为他就是 他们就是 这个佛的这个化身 他的护法 哦 玉池这个意思呢 在反 意思就是 护法大神 的后裔 对 那渝田国呢 他们的 在语种上呢 他们讲的语言呢 就是 现在的伊朗语系 哦 伊朗语系啊 是的 所以 这个是有考证的 这个 我也跟这个 台湾的 师范大学 历史学教授 陈教授呢 我们有讨论 这个问题 他说 的确是 这个伊朗语系 然后他们长的样子呢 哇 真的是 巨男美女啊 他们就是 深目 是这个 眼睛深深的 眼睛很深 鼻子很高 这个浅颜色的 头发 也许是 红色 或者是 咖啡 棕色 眼睛是 淡蓝色 淡褐色的 都是跟维吾尔族 蛮像的吧 没错 其实呢 他 于田人呢 还有这个 高昌回胡 他们呢 就是维吾尔族人的祖先 对 今天的维吾尔族人 就是当时的西域 包括从中亚来的人 他们的祖先 结合起来的 是的 但是在那 一千年前呢 那个时候就是 佛教圣地 因为佛教从印度 要传到中原的时候 必须越过帕米尔高原 然后经过 喀什 就是当时的 苏勒 也是四大 那个绿洲 佛国之一 所以整个 那个佛教呢 在那边 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 是的 原来如此 那是我看啊 这个 有历史的典故啊 一些可以算是文化遗址 甚至于考古学 但是我觉得整篇看起来 我觉得又有点像个小说的感觉 我就在想了 这个其实可以拍成戏剧 是的 可以追剧 而且宫廷剧 而且你看看 现在很多这样的戏 好像还没有这个 中亚西域 这些的宫围 宫廷剧 感觉 而且这里面还有爱情剧 这里面有这个青梅竹马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牵涉到了这个宫廷 好像颇度 我主持人说的太到位了 真的是把这个精华都说了 其实呢 我就是把历史写成小说 但是呢 小说 小说跟历史 它还是不一样的 小说就是要写人物嘛 我们看的时候 要理解 理解它的感情 它的心路历程 这样才有意思 对吧 所以它这样才 因为历史小说 它也是一个文学作品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是透过了这一些人物 那主要的里面有这个四个主角 四个主角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的主人翁 就是于田太子 他从小在一个西域太子 在敦煌民间长大 非常精彩 包括了那时候 他到这个明沙山上去划沙啦 他怎么样学骑树啦 骑马 然后第二个 这是男主角吧 如果说以历史 历史偶像剧 历史剧的话 有男一 那女一呢 女主角呢 他就是一个 的确是存在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 这个当时的节度史的女儿 就是郡主 那郡主呢 他 他就是陪着 他们是算是表姐弟 陪着他一起 就是那个红辣椒嘛 对 在那个太子宅里面长大 但是他从小就是小儿郎 是想穿男孩子衣服 女伴男装 女伴男装 对 他们就长大了 那哎呀 这个太子喜欢他 可是可是女孩子 他他不喜 他他对他只是 就是一个像兄弟一样 对 然后呢 男二号呢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将军 他小时候呢 他是游牧民族 救过那个 那个太子的那个吗 对 但是历史上 没这个 没有记载这个人 但是敦煌遗书上 有 我还看到他的遗书上 写着他的这个名字 而且他的这个出生啊 好像是现在是写 那个编剧 电影里面才会有的 但是事实上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 他本来是 这个节度史的儿子 但是他从小呢 被这个游牧民族 他们去打劫 因为他们冬季的时候 没有食物 对吧 所以他就到那个城里面 去抢粮食 就把他给抢走了 把他给抢走了 然后他就是由 游牧民族养大的 所以在这敦煌遗书里面呢 我看到他的名字 然后他 他整个的生长过程 在这个诉讼书里面 有写 就是土地 这个诉讼书里面 有写 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那个君儿吗 对 对 所进君是他的真名 他的的确确活在敦煌 那个时候 然后他还被人家告了 就是说 因为土地的问题 因为他回 他家原来是节度使 是有钱的 后来回来 他为了这一块地 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女二号呢 就是告他的这个人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人 姓张 是当时节度使 是非常有名 很大的一个家族 但是呢 他的家族为了争权 心风血雨 以前呢 我们看那个历史剧 觉得说 哎呀 这个杀来杀去 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 历史上 真的就是 为了争权啊 这个整个家族里面 叔叔杀 侄子 侄子杀 婶婶 这个都有 然后他是在这个 心风血雨里面 家族被灭门里面 唯一生存下来的 这么一个人 哇 所以这些证实里没有 但是敦煌遗书记载 都是这些地方的人 他们的 他们的发生的这些事情 包括这些小人物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这个是虚构的 还是真的 里面这些小人物 其实都是在敦煌遗书里面 譬如说 他的一个 卖儿子的一个契约里面 有的 在敦煌壁花里面 他的那个供养人 名字 他们发生一些事情 全都是我把他 也许是不同的这个境况 不同的时代 我把他加入到这个小说里面 虚虚实实啊 我们也不必探究太多 重点就是故事很迷人了 我们稍再再请周远欣老师 为大家来介绍这本 于田太子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远欣老师 为大家分享 他最近有联合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这本 《于田太子墨高窟密码及西域的前世今生》 刚才提到了这里面的人物 主人翁了 可是老师 虽然是这个历史故事 可是感觉 你写的活灵活现的 感觉就是看故事 就好像有那个画面 就像我们在讲了 这是上层的创作 谢谢 其实有的人他读了以后跟我说 有的人读了以后 觉得好像是读武侠小说 有的人读起来 觉得好像看一部连续剧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小说要吸引人的话 就必须要有它的故事 你不能光讲历史 这历史它是一个它的框架 那就是要讲他们的这个 这个爱恨情仇嘛 这样我们这个读者才能够融进去 他们的生活 而且我写这部小说 其实最大一个心愿呢 就是能够还原在一千年前 生活在敦煌的人 他们的这个生活面貌 是什么样子 写他们的饮食 现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运动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卡拉OK 他们也没有玩游戏 那他们做些什么事呢 他们就是骑射啦 骑马啦 我这里面也写了一些打马球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 英国的打马球 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胡人爱的啦 胡人很爱的 也都还打过 对对 就是还原他们的生活 透过这些细节呢 可以就是理解一千年前 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也就是因为 为了要了解这些 他们的生活面貌 所以我才到敦煌去居住 然后到中亚去 到去看那个胡人 那时候的苏特人 长的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 去探索 因为从那壁画上 我就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 是非常的丰富 你想想看 在那个黄沙戈壁上 但是那壁画里面 去进了那个佛窟 他真的是五彩缤纷 而且是非常感人 那我想说 他们的精神世界 是什么样 而且呢 现在在这个墨高窟嘛 人家他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有的人就说 那这些创作这些的人呢 是谁呀 怎么都没有留名 那在我的探索过程呢 发现其实在 你看做这么伟大作品的 他们说比文艺复兴都更早 这些大师都是无名的 没有名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一千年前 他的雕塑 塑像 还有就是画师 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所以他们都不留名的 都不留他们的名字 而且他们那时候 过的生活是非常苦 有时候在那边呢 也许他就在那边 中年是在洞窟里面 不见天日的 然后那一天 也许能给他 吃几个馒头就够了 所以他生活是非常苦 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说 啊你都是像 大家讲墨高窟 都讲到张大迁是吧 不是 现在是大师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是底层人物 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生活 那同时呢 墨高窟呢 也是很多人修行的地方 他们修行的是 就是苦行僧在那边修行 所以我也借着这个 于田太子在那边 也还原了这一部分的 他们的生活 精神面貌 非常有意思 其实啊 这个精神的这个部分 也是让我们觉得 很想探讨的啊 于田太子墨高窟密码 及西域的前世精神 看看我觉得 有点科幻片的感觉了 不过了我们还是要 回归现实了 您探讨了这个 于田太子 整个西域的历史 而且经营在这地方 也将近十年了 是 也居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闭门苦修啊 苦苦专研 您所收集的所有的文献资料 你到底发觉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最后我发现的 那一个拼凑出来 那个图像是什么 就是我发现了 这一个大家都遗忘的 这一段历史啊 那就就回到我原来 之前讲过的 就是说原来这都是佛教的遗迹 那现在怎么都是成了 成了那个穆斯林的文化环境呢 还有他穆斯林的信仰环境呢 那这是因为在公元第十世纪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这个战争 我想请问一下 主持人有没有听过佛军这个名词 没听过听过十字军东征 是 蒙古大军 蒙古对对 有十字军东征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甚至很多 我问过佛教 请教过佛教这些人士 他们没有听过佛军 但事实上在第十世纪 在西域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支佛教联军 真的有啊 对人家说佛军都是 都是不杀生的嘛 你怎么去跟人家打仗 对啊 可是当人家要来侵略你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要站起来 要捍卫自己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于田国王的于田太子 回到于田之后呢 他就发现有外来的势力 所以他们就联合了其他的 绿洲佛国联合起来呢 这是要对抗 就是发生了有这么一个冲突 大概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这个战争呢 最终是因为人力不足 军力不足 而最后被灭亡了 所以于田佛国 他在历史上的舞台呢 最后就泄幕了 在公元一千零六年 整个完全灭国 就是他 就是对 整个 整个就是被灭掉了嘛 那他的王室 他们这些人很多都是四处流亡 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姓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域的第一个 伊斯兰的 他们的这个 就开始在那边扩充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接下来的一百年 因为还有高昌佛国 那高昌回湖 还有其他的也慢慢的一百年 最后就是都规划 这个就成为了信奉伊斯兰教 对 所以他们这些的少数民族呢 他们融合成维吾尔族 那在信仰上呢 也从佛教改姓为伊斯兰教 所以他之间呢 也是经过 大概一两百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后来呢 伊斯兰教又成为现在 也将近一千年了 所以他这个过程 佛教一千年 伊斯兰到现在也是一千年 但是我写的这一段 就是在这个转换的 这个过程 转折中间了 对 它是大历史中的一个 一个小片段 但是我发现 它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那这个拐点呢 我觉得最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于田太子 最后成为于田国王 那我也认为他 于田国呢 他也这个为佛教 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贡献 蛮重要的啊 对 好 那你有粉丝 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部分 你说这本书里面啊 只用了十分之一不到的资料 那你剩下来的资料 不太可惜了 还是你要准备再写第二部了 是 我有在写第二部 哇 是的 也是写跟这个 这个 于田有关的吗 有 很小一部分 有一小部分的延续 那 但是还有 还有就是写 也是一些古民族 少数民族 那我用的这个历史 是材料非常多 非常精彩 加上我去这个 呃 丝绸之路 去了四次嘛 我还到萨玛尔汗啊 呃 到 去了这么多 我总共有三千多张的 这些照片 那我又写了一些散文 还有一些很多 很精彩 很很难去的地方 我都把它放在 我的粉丝专页 那这部分 粉丝专页呢 就是为于田太子 这一部小说 而设立的 所以我就 我的很多读者呢 还有一些粉丝对这方面 对西域有兴趣的 不管是伊斯兰教 佛教 或者是旅游 有兴趣的 甚至对玄奘有兴趣的 都会在那边得到我 第一手的资料 我到那边去 我之前呢 也在 呃 一些复刊 像中国时报啊 或者人间福报 登了一些这方面的 文化散文 旅游散文 我都一一的 会放在上面 还有我的最近的一些动向 所以呢 这个在脸书的粉丝专页 叫于 叫西域太子 西域太子 对 因为于田那个字 比较难认 所以我就用西域太子 这个字 这本于田太子啊 曾经得到了第九届的 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 长篇历史小说写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奖啊 这是很难得的 也可以建议大家 这本好书啊 可以好好的来看看了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谢谢 周远欣老师 为他分享的最近 由联合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这本 《余田太子》 莫高库密码 及西域的前世今生 非常谢谢周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今天不看书的观众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